这张图是上湖风景区导游图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 一定要从一号门进入 因为可以看到 它在一号门这边有一个电瓶车可以乘坐 然后它的电瓶车有两种路线 一个是一个是橙色的 橙色的是 把它称为是单程三连票 它是绕着兜一圈一直到二号门 然后到二号门结束了之后 你再乘一个反程票 沿着蓝色的路线回到一号门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路线了 到是我去的时候 如果你在一号门买了一个全票是25块 也就是橙色的路线 它会赠送你一个电瓶车的回程票 也就是说蓝色的路线 你是不需要再付钱的了 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图中可以下两次 它有几个车站 就是这个图上画蓝色圆圈的车站 你可以选择在哪个车站下车 我当时选择的是在一个是浮水山庄 还有一个是水上森林下的车 因为我当时已经走不动了 所以说我也只 只是主要游览了这两个地方 其他地方的话 我只是坐在车上看一下 我当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我因为我不想走路 我想尽量的往里一点 所以我当时是从二号门进的 从二号门进的话就非常的尴尬 因为我只能痴盛那个回程的就是蓝色的 先回到一号门再再返回到 痾再再乘那个全程票 再回到二号门 实际上这样我多花了十块钱 就是回程科也要付十块钱 我花了三十五块 实际上只要付二十五块就行了 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 一定一定是要从一号门进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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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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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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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水山庄为明末清出东南文宗钱千亿的私家别业 也是见证钱千亿和一代才女柳如是白发红颜传奇的爱情之源 山庄园 山庄园只位于于山石八景之一 扶水晴岩的扶水眼下 如今古朴典雅的爱情园林在上湖得以重现 山庄内偶庚堂 花信楼 燕楼 秋水阁等扶水八景 错落有志 古朴典雅 意趣盎然堪称明清私家园林建筑中的精品 漫步园林 人在其中 物我合一 景象优美 意境深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동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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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